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他们经历末日之后的模样 面对末日的力量 无论是谁都会无能为力 明镜只存在了虚余的时间 却仗着天上的微光 自徐此地的灵主 被要战斗不可吗 不会 不对 等等 生死有大 天行有长 梁药苦口吗 铁肠苦尽甘来 万众矚目 看好了 障碍轻冲 以赛逐渐白热化 卡威选手终于姗姗来迟 哎呀 旅行者 是你呀 初次见面 我是多莉的配音演员 王小彤 看到刚才批语里超级强大的敌人了吗 就算是武力超勤的你 想要去挑战他 恐怕也会有些棘手呢 不过 或许因为你碰巧是神通广大的 桑哥马哈巴依老爷的尊贵会员 才会碰巧遇到这个碰巧路过的我 最最最碰巧的是 我还碰巧为你这样的会员准备了超豪华版作战套装 哎 你说巧不巧 哎呀哎呀 瞧你这小表情 你可是多莉的优质客户 摩拉的事情你完全不用担心 那 我先来和你介绍介绍 这个超豪华版作战套装吧 首先是独家的全新情报 你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遇到的伙伴 挑战等等内容 应有尽有 其次是我为你量身制定的训练计划与终极考验 只需要完成训练就能针对性地提升信任度 行动力与知识面三项能力指数 从而在最后的考验中获取胜利 啊 最后我还附赠了三个小礼物 至于是什么礼物 就等你待会自己拆开啦 嘿嘿 都说了摩拉的问题不是问题啦 这次是专门为了回馈会员们对多莉的支持 而推出的免费服务 所以当然是会员们共同享用这项服务啦 嘿嘿 我帮多莉给会员们都写了信 他们应该都在路上了 那么 你们就好好享用第一份小礼物吧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记得以后也多多支持多力的生意就行了 这一路上的无限风光 得慢慢欣赏才有义曲 你是不是跑不动了 得制制 切尝 虎尽刚来 各位旅行者好呀 我是提娜里的配音演员莫然 各位旅行者好 我是白竹的配音演员秦写哥 没想到是我们两个一起介绍 好像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组合呢 你别说 这个其实我在收到邀请信的时候 就想出原因了 你看 白竹作为一个大夫 那小提作为巡邻官呢 他也会负责一些医疗事务 从这一点看我们俩配的角色说不定会有很多共同话题哦 对啊 你这么一说好像就合理起来了 怪不得节目从我们俩开始介绍 那就和大家聊聊白竹吧 谈到白竹 相信不少旅行者对他已经不再陌生了 白竹是李悦布补卢的大夫 医术十分高超 布补卢也因此在黎悦岗有着不小的名气 更为重要的是白竹为人温和儒雅 拥有一颗济世之心 凡是来布补卢求医的 不论贵贱 他都会一视同仁 紧力救治 十分符合我对白竹的印象呢 这样的大夫 很容易让人感到亲近 对 也正因如此 不少黎悦岗的居民十分信任白竹 无论大病小病啊 都会去找他诊断一番才会安心 不过我们的这位大夫 虽然医术高明 但他自己的身体状况却不是很好 给人一种病弱的感觉 常听人说医者不能自医 白竹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白竹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不过为了避免剧透 这里容我先卖个关子 具体情况大家可以等到游戏中去了解 虽然我为那些得到救济的病人感到新闻 但也希望白竹能够多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啊 是啊 也该有人帮忙提醒一下白竹 让他在过于劳累的时候 适当休息一下 不过白竹平日里也会有一些烦恼 比如胡桃堂主 偶尔会把这个往生堂的广告啊 打到步步炉门口来 而白竹十分关照的七七又很怕胡桃 这就让白竹颇为伤脑筋 啊 怎么说呢 好像确实是胡桃会做出的行为呢 其实白竹的师父 与往生堂的上代堂主本是同门 后来因为生死观上的意见分道扬镳 而这种观念上的冲突 也延续到了下一辈人的身上 在三点六版本的白竹传说任务里面 这些将被逐步揭晓 在任务的过程中 我们也能倾听到白竹不会向外诉说的心事 进一步了解这位玄乎济世的大夫 哦 原来如此 那我到时候可要好好体验一番了 嗯 白竹为了寻找各种疾病的治愈方法 它经常会以身试药 大家如果和它一起行动的时候啊 还可以利用它对药草的研究 与部分采集物交互来恢复生命值 这么说来 如果旅行者们在战斗中陷入困境 是不是也可以请白先生来帮帮忙呢 对 白竹对战斗时候的医疗也是非常有心得的 需要的时候 旅行者们可以找白先生快速诊疗一番 战斗的时候 白竹通常有两种提供医疗救助的方式 其一是驱使游灵 穿梭游翼之间即可为队友恢复生命 其二是生成护盾 每当这个护盾刷新 结束或者是破碎的时候 队内可以为大家调理气血 队外还可以对敌人造成草元素的伤害 相信纵使是在逆境中 如果诊疗得当 也能为旅行者带来一线生机 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讲述啊 大家已经对白竹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 接下来这位伙伴 估计旅行者们也不陌生 那我就更不陌生了 因为小提和他是朋友 录音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卡维也参与的剧情 对啊 我记得卡维 提纳里 赛诺 艾尔海森还会一起打牌 我没记错吧 嗯 你没记错 艾尔海森的角色演示里就有这一幕 这几个角色都超有意思 可以可以 那么介绍卡维的事情就麻烦你了 没问题 能像这样见面是件好事 眼光相见的人才能共同开启一段愉快的对话 来吧 工程开始 卡维是一个建筑设计师 具有高度艺术感之力 年纪轻轻就已崭露头角 还有了优秀的代表设计卡萨扎莱公 而且他设计的建筑 不仅能保证实用性上的需求 更会融入大量自身对美学的认知与追求 这么听起来 好像是一个很有天分也很成功的人 不过 其实他并没有过着大家想象中那种 成功人士的不愁磨拉的生活 相反 他其实还挺拮据的 这样啊 这倒是意料之外 这就要聊聊卡维的性格了 可能就是因为他那强烈的感知力吧 所以他同时也有着一颗敏感细腻的心 卡维的共情能力很强 他会理解不同人的情感与想法 或许这也是他在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之一 我甚至听说啊 有人在和卡维推销自己的商品的时候 只要编造一些类似什么 买了就能拯救或资助贫困孩子的故事 就能成功让卡维掏钱 甚至他还不止买一份 哇 真是一个善良的人啊 是啊 而且他对待建筑设计 是十分热情且认真的 就说卡萨扎莱宫吧 卡维对工作很认真 所以即便过程中呢 发生了一些情况 他也还是坚持将这个项目做完 甚至为此欠了多了一笔钱 哎 明明造出了非常有名的建筑物 自己却变得很窘迫 正因为这样 他才会需要借助在艾尔海森家吧 确实 有自己的追求和坚持 挺好的 但是啊 艾尔海森和卡维的性格和观点 都很不一样 所以两人时不时也会发生一些小冲突 卡维会认为艾尔海森缺乏人情味 也会不赞同艾尔海森的很多观点 虽然刚才说了 卡维可以理解很多人的想法 但是理解也不代表就赞同吧 对 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 这个卡维的性格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介绍一下 他的能力啊 没问题 作为建筑设计师 卡维能帮大家在制作摆设时 节省些材料 而他的测绘技能 或许还能够在战斗中派上用场 作为独树一帜的设计师 卡维会随身携带许多工具 这个被卡维叫做梅赫拉克的小伙伴 不仅能够提供工具 还有很多奇妙的功能 梅赫拉克的其中一个核心作用 就是可以对战场周围进行扫描 使范围内的草原河立刻迸发 除此之外 当他完全释放能量时 还可以将卡维的攻击伤害 转化为草原素伤害 并提升卡维的作战效能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绽放了这么多草种子 卡维自己会不会陷入危机 实际上卡维的天赋 会使自己在被草原河的伤害命中时 恢复一定生命值 有个可靠的伙伴真不错 长生也可以为白竹提供很多帮助 对哦 不过梅赫拉克甚至就连灰剑 也能帮卡维辉 不过灰剑的话 长生就免了 那么听我们扯了这么多 大家也算是对这两位 并不算陌生的新伙伴 建立了更深的信任 因此信任度大大提升了 多利迪的作战套装 你是这么说的 那么在我们跟大家说再见之前 这个版本还有一个 提升伙伴信任度的好机会 那就是新上线的 莱伊拉的邀约任务 莱伊拉来了 大家也不要错过哦 那么我们两个人的使命就完成了 旅行者祝你好运哦 恭喜你 第一部分的训练已经完成 不过 第二份小礼物的供货渠道 似乎出了点问题 让我看看啊 别急别急 先让我们把目光 投下下一场训练吧 这次我保证 一定把第二份小礼物 顺利送到你的手中 旅行者欢迎回来 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柯莱的配音演员 秦文静 接下来有我们两位 来帮助大家啦 风法呢 其实也很简单 跟我们一起多多参与活动 尝试各种挑战 行动力自然就会提升啦 为了能让大家快速恢复行动力 今天的第一个活动就非常重磅 它就是教令院举办的学院庆典 哇 真的有好多好多人呢 而且新朋友卡维在这次活动中也非常活跃 当然其他伙伴们的表现也非常值得期待 除了庆祝活动本身 这项庆典也是六大学派进行比拼的舞台 庆典会分为游乐会与争霸赛 各学院除了在游乐会中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展示风采 也派出了重量级选手在争霸赛中一争高下 总之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次人才辈出的六大学院 都准备了哪些新活吧 好呀好呀 六大学院这次也都结合了自身的研究成果 提供了一些可以让普通人也能体验到乐趣的小游戏 比如莱伊拉所在的黎多范蒂学院 这次在摊位上展示出了研究星象所用的星盘 当大家通过操作使星盘达到适当的高度和角度时 星盘上的星星就会亮起来拼成一个特定的图案 你看这次拼出来的是一只可爱的小游兽 研究星象确实很有趣啊 妙论派的学者们则是一如既往地发挥出 他们在机关与建筑上的造诣 为大家展示如何在特定的空间内 用最少的建筑材料 修筑一条符合要求的道路 还有还有 由音论派学者们举办的考古活动 除了要利用专业探测仪器进行定位搜寻 还要在探寻过程中仔细观察周围环境 排出一些外力对探测结果的干扰 找寻文物模型 有没有那种就是稍微动动脑子就可以的游戏啊 这个吧 也有 不仅不用你跑来跑去 而且还会给你讲故事听 不过听的过程中 也请留意向讲故事的人提问 如果能提问出关键信息 就能获得更多的线索来还原事件的真相 贴心的速论派学员们还提供了小型战斗试验 测试旅行者们在此期间的战斗能力 当然他们还为我们特别提供了一些药剂 针对战场上可能遇到的情况 最后就是小题所在的声论派的仿生小试验啦 旅行者们需要控制一些生物模型 按照特定的节奏做出一些指令动作 那么六学派的活动介绍完了 不知道旅行者最感兴趣的 是哪个学院的活动呢 除了参与游乐会之外 大家也别忘了留意争霸赛的实时消息 这是一场智慧与勇气的较量 教练院的庆典大奖究竟花落谁家 也非常值得关注 话说回来 文静你最看好哪个学派啊 我吗 那当然是小柯来的最最温柔 最最聪明的提纳李师傅所在的声论派啦 我永远跟小柯来站在一起嘛 那你呢 你真会说 我还觉得除了结果 关注场上的各路选手 比拼的过程也很重要 结果和过程同样重要 非常有道理呢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活动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 最近在沙漠地带 沙虫的活动突然异常频繁 教练院也派遣了学者 前来解决问题 这次 旅行者们的任务 是帮助学者们 清扫沙漠中的障碍 完成对沙虫用沙虫泡的安装 击退沙漠中游荡的沙虫 所以这个对沙虫用沙虫泡 又是什么奇怪的冷笑话吗 可能是赛诺的粉丝吧 不过这个机关的攻击 对沙虫的确效果显著 所以大家无论如何 也要清扫掉 盘踞在装置附近的魔物 为沙虫泡的攻击 做好蓄力准备 相信对于逐渐恢复了 状态的旅行者而言 并不算一个很难的考验 那么还有一项活动呢 也是用来帮助大家 继续锻炼战斗能力的 在连续三轮的战斗挑战中 系统会自动每隔一段时间 自动触发一到四种 不同种类的增益效果 也就是说会有一定的随机性 如果队伍配置和buff 适配程度较高 就能够在战斗中 发挥出更强的能力 我还挺喜欢 有一点点随机性的挑战的 感觉会给战斗 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乐趣 这些buff的效果 也都非常强大 旅行者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多试试 不同的战斗组合 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哦 另外呢 为了帮助旅行者更好地培养战斗伙伴 天赋素材双倍产出的活动 精通一勇也会现实开启哦 那么活动部分也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耶 就让我们把满满的行动力 献给各位旅行者 大家辛苦了 恭喜过关 那么按照约定 新的小礼物 也为诸位旅行者奉上 哇 来到了第三组训练 怎么样旅行者 是不是有点小紧张 接下来的两位嘉宾 也会帮助大家 做好最后的准备 上吧旅行者 第二组讨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哦 嗯 那我们就先从一片极其特殊的区域开始给大家讲讲吧 好 这一片新区域呢 有着特殊的地位 它位于沙漠的深处 千鹤沙地的西北部 传说中 它是五百年前坎瑞亚魔兽朝最主要的泄露口之一 也是众神镇压深渊力量的主战场 哇 虽然这里最初的地貌呢也是戈壁沙漠 但早已因为深渊力量的渗入而彻底改变了生态环境 成为了沼泽与荒原构成的大片无人区 也就是说这样听起来 在这里的地底是不是也能发现一些有关凯瑞亚的秘密啊 嗯 而且听起来好像还有点危险现在 一个荒漠的无人区 嗯 没关系 不过好在我们这里有协助探索的小帮手 在这一次的旅途中呢 会有一只奇妙的花灵丝露沙等待着我们 借助它的力量呢 大家就可以在部分地区自由地飞翔 飞到一些正常情况下达不到的地方 哈哈 看起来好自由啊 它也会飞 不知道借助这些小花灵的能力 会不会比流浪者飞得更快啊 不要有这种无缘无故的攀比心啦 我们在帮助思路沙找回力量后呢 还有一个陪伴它继续试炼的小活动 旅行者们也记得来体验一下哦 活动中呢 大家需要引导思路沙驱散敌人 进行竞速训练 以及完成特定的解谜小游戏 旅行途中 旅行者们还可能会遇到新的对手 深醉尽离者 它的能力之一呢 是能够驱使多种元素力进行战斗 而且还能生成对应的元素护盾抵御伤害 是一位非常危险的敌人 哦 看起来确实是有一定的威胁啊 而且除此之外 还有这两位 秋秋风行游侠和秋秋水行游侠也很有意思 它们不属于秋秋人的任何部族 独自游行在提瓦特大陆 不过有时也会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求求人与部落 而且它们的战斗方式也非常独特 虽然说呢 这里危机四伏啊 但各位旅行者的到来 对于这片区域应该会是新的转机 毕竟旅行者每次到新的地方 都是要干大事的嘛 也差不多该习惯了 总之 这片新区域存在着一些和卡瑞亚有关的线索 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索的冒险目标 哦 那么接下来就是你之前遇到的敌人 传说中的翠草之龙阿佩谱有关的情报来 翠草之龙 终于要来了吗 是的 草之龙原本是统治虚迷的一条苍翠的巨龙 哦 而后呢 它却改变了模样变成了沙黄色的形态 最近它似乎陷入了某种疾病的困扰 这一次旅行者来到草之龙的栖息之地与它作战 势必要十分小心哦 战斗会分为三个阶段 需要注意的是 在第二阶段的作战中呢 大家要注意保护草龙 使它不受魔物的侵扰 避免它的疾病加重哦 而第三阶段的草龙 也会释放出一些非常强大的攻击 需要旅行者们注意躲避 嗯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草龙它究竟经历了什么 才会从以前的样子变得如今这样扭曲 我想这些也许会在大家与它对战之后得到答案吧 草龙与虚迷的过往和神明们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如果能够深入它的领地 搞清楚它如今的状况 应该会对整个虚迷都很有帮助哦 也就是说身在这里的旅行者们都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要是大家还想要了解更多有关草之龙的信息 也可以来体验一下纳西达的传说任务第二幕哦 好耶 拿个广告 那么旅行者 现在的你已经兼具了动力 知识与伙伴间的信任 只差一步就可以赢得圆满的结局了 我来翻译一下花灵老师的意思是 你已经被强化了 快上吧 真是令人感动的伙伴呐 好 也让我为你送上最后的支援吧 我为你送上最后的支援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 终极考验就在眼前 你已经准备好了吧 这次的目标就是它了 旅行者 一起上吧 记得刚才的提示哦 更重要的是 要保护草龙 太好了 魔物已经被击溃 离胜利只差一步了 恭喜恭喜 作战大成功 怎么样 我就说嘛 信我的肯定没错 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 还有一个有关原神音乐的情报 最后奉送给大家 旅行者们期待的 虚迷地区第二张专辑 《招扎流变之沙》也即将上线 专辑共有三张分叠 收录了HoYo Mix音乐团队 为原神3.1版本至3.6版本期间 虚迷地区创作的原神音乐 今天和各位玩得很开心 不过给你的礼物记得早点兑换哦 好了 到点收工 各位 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击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